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非常高兴 因为我今天邀请到了 我以前在大学时代 心中阳目已久的温龙信教授 温老师他给我第一个印象 就是他的作品叫《现象二》 坦白说 我那时候程度真的还是很差 我真的听不懂 不过到现在听得懂吗 我也蛮怀疑的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的 邀请了 现在在目前还相当活跃的 温龙信教授来到我们今天现场 让他现身说法 跟我们相亲 大家朋友大家见个面 温教授你好 大家好 大家观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谢谢你来 谢谢 我也是很荣幸来到这边 因为我知道最近 你是住在洛杉矶 而且你自己还有自己乐团 而且很像活动蛮平要的 还好 最近在台湾在5月 5月你还有一个 50周年的音乐回顾展 那我今天非常高兴 你开那么远的车来到这边 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我们这个先来讨论你的音乐世界 因为我想讨论音乐世界 我知道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要学家 我是客家人 就有人讲说客家音乐家 我崇拜的 当然从邓宇玄开始 第二个就是图敏红 那现在最多产的 这个多产听起来很像是女生 这是作品来讲 我是非常佩服你 因为我看你每次演奏都有新作品出来 是的 这个不不简单 不简单 这是我们客家材质 谢谢谢谢 我想来听证 看看你的音乐世界好不好 我也简单去了解一下你过去 您父亲也是pharmacist 他本身也会拉violin 但是他不让你学音乐 那你怎么会踏入音乐这条路 没有他不是不让我学音乐 事实上小力信启蒙还是他启蒙的 只是他后来发现情况不太对 就是说怎么这个人越来越喜欢拉琴 这叫不对 这叫情势看起来不妙 所以不妙 然后他心中有他的谱 他希望我去念医学院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去念甲祖 高中开始就要念甲祖 就要准备三年要准备考甲祖医学院 然后他说你就是要考医学院 所以呢你就不要拉琴了 可是我心里在想说 你叫我不拉琴也很难办了 所以我就把琴拿到学校去 在学校的音乐教室偷练 然后练完再回家 是这样 所以过了一段也是算平安无事的日子 他想大概会发起 已经没有 大概他没有再练琴了 他不算我每天放学 以后在学校偷练 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试了 那时候我们的考试是比较特别 那在几十年前 四十多年前 联合招生 你就是必须要去考一般的科系 那音乐科系大部分都是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音乐科系 那时候台湾只有一个音乐科系叫做国立艺专 还有师大 师大有 他的分野 辅当的都还没有 那什么大文大都还没有 对 那那个时候就是说 你要去考师大的 就是你准备以后要当老师的 那如果你要想当音乐家的 可能就跑去异转 那我好不容易跟他挨到高中毕业 那我去考了联考 我也考上了医学院 那我偷偷跑去考音乐系 所以也被我考上 哇 那也厉害呢 对那考上的 那刚好很不巧 就是说开学之前 不是有注册吗 那个注册 居然是同一天 所以你没办法选择 没办法去 对 那那个早上我妈妈就叫我 说这个 两个学校都是注册费180块 我就给你180块 然后你到底要注什么 我也不敢跟你讲 那你爸爸脾气你也知道 那你的脾气我也了解 所以你自己看了办吧 180块你自己去看 到哪里去注册去 哇 所以你妈妈在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之间很难做抉择 很难做抉择 对 对 那老师你为什么后来就选择 去注册一专呢 没有因为 基本上我们家族都是医生多 是 我也看多了 那我觉得我比较 不不想忘的日子 就是说每个人都看到 胡子也摆 头发也摆 那钱赚很多 那都是他太太跟儿女在花 他每天都在看病 我觉得这种也未免太无趣 那第二个就是说 平常我本来就对 对医院没有太多好感 没有太多好感 就是药水我也不是很喜欢 我也不喜欢看到血 那所以因此我觉得 另外一样 有一个声音就是一直 一直是困扰我 就是还是要学音乐 还是要学音乐 对那个比较迷人 是是是 对所以到下午是在 快再不注射不行 所以就是跑到板桥去 The last minute The last minute 去注完车 对 注完车以后就很惨了 那个日子就 怎么样面对您 您的夫妻 没办法面对 无法面对 对他从此以后 就几乎把我逐出家门一样 完全不理我 就丢给我一句话说 要二十不要来找我 不过我们客家好像都这样子 也不完全是这样吧 我觉得 不像我家也是这样子 男生就不能读音乐 不是 也不是 是我是觉得他对我有另外一种期望 有期望 因为这也难怪他 为什么 因为 从小他会把我抓去当药局生 帮人家打生 从小你就开始 对所以我会配药 我会弄这些 然后我会注射 我会量血压 我什么都会 我还都会打血管 所以所以这些东西 而且他看起来 我学药理也学得很快啊 然后什么 他不在也一样可以帮 人家 而且你考到医学院不去念 做秘医 你考到医学院不去念 这是最大的二级 对在当初 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啊 对 因为考医学院已经头破血历 所以他大概也是怕我以后日子过得不好 那对啊 主要是这样 因为他所了解的就是苏博特啊 莫扎特都是二十 那你在一专第一个启蒙老师 你可不可以提一下 哪方面的启蒙 因为事实上我们很早就 就已经都在学 我七岁就开始学 那在一专的时候 一专的时候我们就碰到很多老师 那时候事实上就是已经是专科学校了 是 所以我碰到很多的老师像邓昌国老师 邓昌国 很久没听到他的话了 然后我的作曲老师就是许常卫老师 他刚从巴黎回来 对 所以你现在 你也作曲也学嘛 那时候主修是violet吗 我那时候主修是两个 一个是violet 刚开始是violet 然后再来转作曲组 所以后来学校就让我先做double major 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又又就手痒又跑去修指挥 就是跟那个Dr. Schultz 教师来 所以我就去拜师 然后跟他修指挥这样 所以 basically我double major是做得很好 那第三样东西我没有去考试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拿文凭了 这个大概 潮越水准啊 不是因为很辛苦 哦这样会很辛苦 没有教税 哦 因为你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事 那每天要练琴练好多小时 是是 然后要写作曲的作业 然后还要读总谱 是 对那每天读总谱就读了头发都白了 那你进入益专多久以后你第一个作品就开始 我actually我 第14岁我就开始发表我的作品 14岁那一年 哦 对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已经17岁了 嗯 所以还没进益专之前 之前对 然后我进益专的第一个发表的东西 那哦就是 差不多十六七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叫做两支长笛的幻想曲 那是最早最早的东西 对那是那是差不多几岁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十七十八岁 那进去一两一两年 对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在 我从13岁就一直在写东西 哇 厉害哦 不是厉害就是因为喜欢嘛 你要知道人喜欢一件事情跟 人喜欢一个女生他就会一直追他一样的意思 嗯 你就会弃而不舍 到现在没有松懈哦 对因为这种东西你一旦 一旦养成了这个喜欢 那会松懈是变成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说那就是表示你当初选择的天命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的选择可能出了差错 所以你中途会辍学或者是会逃离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即使我到现在为止 我每次看到铅笔跟五线谱 跟橡皮我还是会心计 那你好那这样的话你是一个职业作曲家 是好那等一下我还有问题要扶你 各位相信各位职业作曲家到底在做什么 今天我们请温教授来跟我们先生说话 祝你